与台湾中国时报消息,央视日前与张学友的经纪人发表共同声明宣布,张学友很遗憾地退出今年央视春曼表演,消息传开后,外界除了惋惜,更有不少揣测。 今日,张学友的经纪人陈淑芬对媒体表示,最近这五六年以来,春曼每年都有邀请张学友表演,但张学友觉得上台只是唱一首歌,好像没有诚意,既然想不到要做什么,希望下次准备好一点,想一个有诚意的演出。 陈淑芬说,张学友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艺术家,每次出场都会保证演出质量,而和央视几个月以来的反复沟通下,仍无法找到一个双方心理预期的表演内容与形式,经过慎重思考,决定还是不参加2013年的春曼演出,也希望大家能体谅学友。